大家好 最近又有花芽型分了 它家里养的金钱树 为什么极其没有冒出一个花芽的现象 不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桌面上这盘 我这盘的这些已经生长得比较旺盛的 那么我是用什么方法能够让它快速的抽出新芽的 就是让它生长的旺盛的 其实我当时就使用了这种 蚯蚓氛肥给它使用的 就是撒盆面的方式 撒了大概两手抓这样子 自然给它适当浇点水的生长的比较好的 大家看一下 我就是使用了这种蚯蚓氛肥给它使用的 然后就是新芽新叶生长的比较多了 比较的茂盛了 下一个作品就是给它做一个翻盘了 因为长得太茂密了 下一个视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托盘处理过程还有上盘过程 所以我们如果家里养的金钱树还没有冒出 去给侧芽的话 不妨使用一点这种蚯蚓氛肥是比较好的 因为这种蚯蚓氛肥里面所含的 有脂质成分是比较多的 而且对土壤不会造成反击的 不烧根不烧苗 肥力比较的中足 饱肥 饱水的作用是比较大的 就不用担心它有任何的不生长的情况了 好了 希望这个方法能够帮助到 喜欢养金钱树的花样们 好了 下期再见